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清华新生苏一鸣 清华 我来了 我完全是一个刚来到学校的新生 我觉得不仅是运动员 包括人生当中 我们每天都要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在每一次的挑战前面都是一个新生的身份 一个未知的状态 三个愿望全部都实现 新的三个愿望 老公 挺高兴 因为我也是今年清华大学滑雪队的队长 希望我们之后可以多多一起活 对 我们之后在学校一起玩 一起滑雪 看你是之前训练的时候演的 对 我戴口罩是因为我这边前几天在训练的时候 脸落到了这个池子的壁上 所以会撞到这边都有一些伤害在 新生嘛 就有newborn这个词 还有很多含义 比如当我们受伤 还每一次伤愈付出 然后我们会变得更强 我们会有更有经验 来到学校我是一个大一学生的身份 也是第一天进入到学校 所以我完全是一个刚来到学校的新生 但是在其他的角度 我觉得不仅是运动员 包括人生当中 我们每天都要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每天都要面临着一些新的东西需要面对 我觉得在每一次的挑战前面都是以一个新生的身份 以一个未知的状态 可能路上会遇到很多困难 但是这也是Ride的一部分 如果你有一些很困难的时间 当你成功或者当你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 会让你更加的开心 如果你回想到这段时间 你会觉得这个目标会更值得 你的努力没有白费也会更值得你去付出的 反正清华校园非常大 你可以再继续走一走逛一逛 那我们之后有机会冬天学场再见 好好我们上一上街 是新亚书院的八字班的学生张宁宁 我现在在清华读研 我也特别开心你当时选了新亚 你小时候有想过上清华还是上北大的问题吗 我小的时候就非常 非常快就说出了清华的 但是没想到今天真的是来到清华 然后能够成为清华的诞生 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清华 然后三个愿望全部都实现 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挺奇妙的 行圣语言就是我们的校风 行和言是一致的 我觉得不管是在什么事情上面 都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这个是能做好一件事情 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结果吧 永远都是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 新的三个愿望吗 我觉得 第一个愿望对我来说是在滑雪 我也希望在四年后呢 同样我的目标也从来没有改变过 是想要去取得最好的成绩 我也希望在四年后的米兰动物会上 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获得金牌 然后为国争光 这是我从来没有改变的目标 同时呢我的第二个愿望是希望在学校里 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不管是我在人生的道路上 还是滑雪来讲去丰富自己 人生之后在路上有更多的经验 有更多的感受去丰富自己的人生吧 这个是我目前非常迫不及待想去完成的事情 我的求职域现在已经是属于一个最高的状态了 我是非常想在学校里去接触很多新鲜的事 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吧 而且我知道清华在体育是非常非常有名 有很多不同的体育 但是我是更期待我去尝试一些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对对对 如果有人正好喜欢滑雪 我们就可以交换这些体验这些感受的 我还没有滑过雪 对对如果之后你想滑雪随时 我觉得包括在之后的学期上也是 需要有很大的困难客户 但是觉得有你们来在我身边帮助我 所以肯定是没有问题 在我想象中的这个大学生活一定是非常非常美好 丰富多彩的 同时呢我也是充满期待的 想一直告诉自己一定要不忘初心 然后好好珍惜这段时间也好好的对待每一个 需要自己面临的困难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让我们下来看 然后我们下来看 我们下来看 我们下来看 我们下来看